最新男神。他帅到被称为港版彭于燕。入行15年都没有看到他的帅。网民,真的看露眼了。 TVB剧集《逆源》开播,已经引起不少的话题,当中相隔10年再次出演TVB拍剧的陈佳悦最多人讨论。 有网民在讨论区开PO,指陈佳悦好精彩,还很结实,网民还指自己一直看露眼,大赞TVB这次找陈佳悦加盟是明智之举。 陈佳悦在《逆人》中饰演一个1940年代的人,名为钟定国,与同为游击队成员的假措。 陈山聪是,经过雪藏后在2018年被解冻并苏醒,是将大卫的父亲和黎耀祥的爷爷,面对两个演艺剧资深前辈,加勒的压力不小呢。 说他陈佳悦静在,相信无人有意义,有网民还说因为他静在所以会追剧,果然有颜值有收拾。 但论演技,网民的反应就出现两极。 有支持者大三迦乐演技好,并指出真心觉得他日后有机会踏上师弟之路,但也有网民觉得迦乐的演技差强人意,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 由于迦乐之前都拍电影居多,虽然也有在HKTV和港台分别都有参与过不少的剧集演出,但毕竟演出的剧集不多,令很多网民都觉得他是个新人,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 其实佳悦2003年参加歌唱比赛入行,至今已经15年,不过他今年只有31岁,样子又贴到,难怪很多人觉得他是个新人。 还有大家喜欢的看法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